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积极跟消极是相对的 如果不是积极 那就变成消极 消极的意思是说得过且过有也好 没有也好 死也好 祸也好 甚至于说这个社会太紧张了 太忙了 我想我不需要这样子做 不需要跟大家一起那么忙 我应该不需要做什么事 我大概有饭吃就好了 甚至于说有些流浪汉不是一样的过日子吗 那我不一定要那么忙 那么这个就变成消极的 那么消极的人生观呢 它是一个非常会饰的 非常非常沉闷的 那对自己来讲 没有办法成长 那对社会来讲 只有增加大众的负担 而不能够为大众减少负担 那么这个就是 就是连做一个人的责任都没做到的 所以是呢 积极应该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没有积极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 那师傅什么叫做真正的积极啊 比如说在过去十年 所谓的80年代里面 很多人积极的意思就是说 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啦 要有一份很高的收入啦 追求民生啦 认为这就是人生值的追求的东西 积极的去追求所谓成功 而所谓的成功就是民 利 这个 或者是财 那师傅认为说 在一般的人来讲 这是不是就是积极 在一般的人我们叫做反复 反复大概就是追求的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目标 作为自己的努力的原因 那原动力也就没有了 所以追求民 追求利 追求位置 全位 追求权位 这并不一定是个坏事情 但是问题是在于啊 直接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之中 是不是也伤害到人了 或者是直接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之中 是不是不知手段呢 伤害了自己的品德了 这个倒是一个问题 所以真正的追求民 追求利 追求权 追求士 追求位 根本不是一种什么 叫罪恶 就是追求的本身并没有错误 并没有罪恶 问题是说 追求到很好 追求不到又怎么样呢 如果说是为了追求一个一项目标 很努力很努力 一旦发现追求的目标离他越来越远 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还要努力 问题在于此啊 所以积极如果说是呢 太在乎他的目标的这个取得 或者是他的目标的达成呢 可能这是一个问题 积极的追求 但是呢 能够得到是非常好 这是自己的希望 如果不能得到 也就是说这因缘呢 没办法让他能够称心如意 那也就不必啊 那么难过的 所以说呢 进取心 积极心要有 但是这个得色心少一点 那样子的话 过得比较愉快一点 那么这样子的话 可能自己的责任进到了 那对社会来讲的话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积极而让人家受伤害 也就是说 近期在我就是了 是 是不是也是我们所谓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这个意思是非常正确的 问题是说 这问耕耘要不要调查一下 你那个耕耘的时候要不要讲技巧 你耕耘的时候 种出来的东西 有人要不要有人要 你吃是不是需要吃那么多 你吃不完的一个给谁吃 这个多还是要考虑到 考虑到以后 那我们的耕耘 耕耘的结果得到了 完全是像我们心里所想象的 希望的那个样 那是非常好 如果大部分这个目标 不需要耕耕 这个叫做自顾耕耘不问收获 这样子的观念才是正确 积极是一种太多 那个跟目标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说 怎么样的积极是对的 什么样的积极是不对的 如果目标不对 积极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积极 这希望达成目标 而不知手段是错的 积极的希望达成目标 达成目标非常的得意 而达不成目标 非常的痛苦 是错的 但是积极的为了一个目标而去努力 而不要伤害到他人 不是不知手段 是寻找自己的正常的 正当的一种手段和方向去努力 那是对的 还有完成了很好 不能完成也不要那么在乎 这样子的话是对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个积极的人生就是永远为自己 为他人带来快乐 是 那怎么样升起积极心呢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 那我是全人家要发愿的 没有是 你没有为自己的事 要为他人的事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危机蛮多的 因此很多人提倡环保 那我们个人对环保的运动 对环保的工作能够付出什么呢 可以啊 你小小的做一点 有关于环保方面的义工 这也很好 或者是你把自己的所有的空余的时间 你全部投入于环保的 这义工的行李 或者是义工的这个目标区啊 那这不是很好吗 这就是说把自己推上一个方向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 就是见机 旅机 这就是积极的精神出现 非常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从师傅的开示里 我们知道积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活的态度 那么如何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它呢 欢迎您下节继续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